首先要带您来关心对岸的这起火灾现场因为非常严重 是昨天在北京医院发生大火 目前已经知道有21人死亡 那陆续也有一些画面曝光 就看到火灾当下 很多人是用被担当绳索在吊挂逃生 令人相当震撼 我们要请教慧云 目前这整起的事件原因查出来了吗 好 其实呢我们要来看到这一起发生在北京 这一间长风医院呢 是在昨天中午大约12点57分的时候发生大火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接获了消防 消防队就接获了报案 但是呢现在这起事件不仅是要看这个火灾的现场 还有逃生的现场相当的惊人以外呢 还要来质疑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 他们处理到底有没有失当 因为整起事件会曝光 是到昨天晚上的9点 大家才知道原来这间医院发生了大火 而且是造成了21个人死亡 好 事发是在北京的长风医院呢 他主要是在他的住院大楼的东侧这边呢 发生了大火 那因此呢就很多的病患是在第一时间紧急逃生 但是呢逃生的当下呢 他们可能还没有等到消防队的帮忙 所以很多人是自立救济 他们是绑着这个病床上面白色的床单 打了好几个解放的长长的垂降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病患挂在这个医院外墙上 要逃生的画面 那么甚至呢就连医生呢 都还站在这个冷气机的室外机的上面 在这边等待救援 整个状况还有画面场面都是相当的急迫的 那也让人看了是真的是捏一把冷汗 但是呢最后面还是有造成至少21人的死亡 那当下呢疏散的病患是有达到71人的 不过就我们刚刚说的 除了这个救逃生的画面相当惊险以外 重点是说这个火警的意外是发生在中午12点57分 那下午1点33分的时候消防队就已经回报说 现场扑灭火势了 但是呢整起事件是直到晚间9点的时候才被人报道 而且在这之中呢八九个小时就连像是 我们很常看的微博热搜 像大陆的民众很常看的这个微博热搜 都没有出现这个关键字 所以呢到底是不是官媒有出手来封锁消息呢 甚至还有很多的家属都说 他们是晚上看新闻才知道 原来家人住的那一间医院失火了 不过消息为什么会这么不透明 还有这个事故的主因 为什么会酿着这个火灾 现在大陆官方就是北京官方那边 都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说明 好另外也是触目惊心的画面 镜头我们转到这个美国纽约这边 当地时间18号这天有一栋立体停车场 无预警突然倒塌 所以导致这车辆全都堆叠在一起 那目前也知道有一个人死亡 五个人受伤 那么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民众受困在里面呢 因为这一栋大楼现在整个有出现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纽约市也不敢贸然的就派人进到里头去救援 他们仰赖的是无人机还有机器狗进到现场来搜救 那么至于呢现场是否还有更合最新的伤亡的数字呢 这个之后还会为您更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纽约的这一栋倒塌的停车场 其实很惊人的是说这一栋建筑物已经非常老旧了 因为最远最久最久它是可以追溯到1957年 所以你整个换算下来这一栋建筑物的屋龄呢 就已经是高达65年了 那么其实过去呢就有发生过45次的违规记录 其中25次都是在2003年以后 这当中包含什么问题呢 像是电梯出问题啊 还有天花板有裂缝啊 还有像是混泥土的结构不稳等等的 但是这个立体停车场的管理方 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们是缴了800美元的罚单就这样了事了 结果没想到现在呢整座楼都塌了 那么好多的车子都像是夹心饼干一样 被夹在这个楼层跟楼层之间 那么到底要怎么善后呢 纽约市现在也还在想办法 但是呢在纽约市这座立体停车场 为什么会停了满满的车子 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在京华区里面 它离纽约镇交所非常近 而且离布克林大桥呢也是非常近 那一个是观光景点啊 都是观光景点 其实都是有很多人会去的 那平常呢也有很多是在这边的上班族 他们就把车子停在这里 所以现在呢楼塌了 那车甲扁了是个损失惨重 那当然纽约市府也还要在善后 可是像看到这么老旧的房屋 居然还做成了要承重 非常重的立体停车场 那也代表说纽约市的建物管理 可能要加紧了 来做他们的更新跟汰换 这个也是他们现在是要面临的难题 好确实不注重安全 这个代价恐怕是比800美元的罚单 还要更多了 今天谢谢惠云带我们掌握 国际的最新讯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